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义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 在中国广东一家法院被判以6年的徒刑 本名杨茂东的郭飞雄 在2013年8月被中共当局指控犯有 聚众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罪 原本被判刑4年 但是在11月27号的庭审时 又被加上寻讯滋事罪的罪名 加刑2年 郭飞雄在庭上最后答辩时慷慨发言 说这个判决是反正义反法律的 是中国反民主的黑暗势力 对我和孙德胜所做的卑劣的政治迫害 我们是完全无罪的 郭飞雄为何被嫁中新妻呢 而这对于中国公民运动的打击又有多大 今天我们邀请到郭飞雄的妻子 张青女士到节目当中 说明她对于这个判决的回应 张青女士你好 你好 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参加讨论的 还有美国哈德训研究所 克制研究员韩联潮先生 韩博士再次欢迎您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张青女士 请您说一下您对于这个判决的回应 跟您的看法 这个判决是非常的非正义的 非常反常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法官在宣判的当天 临时加了罪名 然后呢加刑两年 把刑期增加到六年 这个呢就是完全超出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这个法官 他自己通道法官又通道了工作人 他自己一个人通道了两个人的角色 来做这种政治迫害 就在司法历史上应应该也是非常罕见的一种 就是我感觉到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 这个中国当局表现 发现一种头恨的一种方式 故意把这判这么重 然后呢以这种非法的形式来做 是 谢谢张青女士 那我想请教一下韩联潮博士 因为您本身也是律师 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个判决是否不合常理 对 非常的不合常理 对 我觉得这个判决是 绝对是按照中国法律也好 按照国际的这个正当程序也好 我觉得都是讲不过去的 是赤裸裸的这个政治迫害 毫无疑问的 好的 谢谢您 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张青女士 我们看到郭飞雄他在庭审 最后答辩的时候 有特别有一段话是对您说的 他说 亲爱的夫人 今日我将对你深沉感谢公开讲出 意在表达和传扬我对你十年来 在特殊考验下展示的抵抗 坚守忠贞品质的高度尊敬 尤其是你在2006年9月到2008年12月间 为我所做的一切 让我永世不忘 永世感激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 亲爱的夫人 我也深知你身为母亲 在新大陆抚育一双儿女的艰辛辛苦 我在祖国大陆为民主不断地坐牢 女儿和儿子的教育 这一我最为看重的家庭事物 都要有牢于你了 所以张青女士我想请教一下 您对郭飞雄多年投身中国民主事业 到现在深陷牢笼 还有他现在最后跟您说的这一番话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 而您也是否希望事情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我一直是这个希望郭飞雄才有自由的 当然了他就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多次的失去自由 四年四次被关押 然后上次判刑五年 这次判刑六年加在一起也就是十一年 我们是都是非常希望他有自由 他做的事情都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中国政治迫害 我们是非常的气愤 而且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他 能够尽心尽力的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进步 让中国人民享有基本的权利 基本的自由和尊严 我们是作为家人是非常理解他 但是他这种结果就是大大的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 是的 非常辛苦您了 那我们看到郭飞雄在之前在狱中 已经遭到多次的酷刑对待 这次呢 再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再加上了六年的刑期 您是否更加担心他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呢 我们非常担心 这是我们也应该说出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他是想用这种身体推散的方式 就是用酷刑的方式来推散他的身体 这个不仅仅是剥夺他的自由 而且同时在推散他的身体 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担心 在上一次的五年的巡期之中 他收到了非常多的酷刑对待 这个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 正好把我以前写的公开信 又重新看过一次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 就是刚刚到梅州监狱的时候 有一个场景是 这个监狱当局 派一个这个 服刑的人员 当中200人能力打他 打了好长时间 直到那些200人 半人都看不下去了 然后半人发出嘘声 这个才停止下来 这个他所收到的酷刑 是每到一个地方都收到酷刑 然后呢 这个现在的状况在监狱 在看守所的状况也是非常热烈 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里面 就是说平均每个人 不到一个平方米的空间里面 然后呢 就是说30平方米的空间 有30个人 环境非常热烈 然后呢 这个而且他自己的身体 也是感到走路啊 都有点不太正常 很无力 然后律师在会见他的时候 也有说 感觉到他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他感觉到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 比以前 比刚刚见他的 感觉就怕了一些 他的政治情况 我们是非常担忧的 是 张青女士 刚才您也提到说 他在狱中所受的待遇 其实除了他的同 这个同牢房的这个犯人 看不下去之外 当然也有 有带这个 维权律师们 还有这个他本身的律师 来替他争取权利 那我们看到呢 他在最后的申辩里面 郭飞兄也特别提到了 这几位律师的名字 陈光武 张雪忠 张磊 还有李金星等人 那你对于这些律师 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说 是否希望呢 他们能够继续的 在法律上进行上诉 对 这个律师 我是非常的要感谢 这四位律师 他对郭飞兄提供了 非常多的帮助 比如说这个 两次的律师是 陈光武和张雪忠 他们是在郭飞兄 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是在2014年的9月12号 他当时的时候呢 因为法官不允许他 看到这个证据 就是八个光碟的证据 然后呢 也不许他服应这个证据 那么他们就 两位律师就拒绝去庭 而且他们给的理由是 你作为一个刑事案件 证据是最关键点 就不让我扶植证据 那么我怎么可能有 怎么可能完全的 能够为我的当事人 币户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拒绝出庭 而导致这个 就是这个 因为没有 这个这一次开庭 因为没有律师 而停止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次的时候 后来我跟这个 张雪忠律师 有电话交流 我是跟他说 我很感谢他这样做 然后呢 他说那是 那我们是应该这样做 有人就说 和政府 这种 真的把这庭开下来 把它给判下来嘛 对 这个我是非常感谢 他们就冒着风险 来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呢 广东坚和区法院 还直接给那个 陈光河所在的 山东省的这种 律师学会 估计是 还写了 也写了 发了一个文件 让他们来处罚 这个陈光河律师 就是说 当然他们 山东省本地 没有这样做 但是呢 就可见 就是说 他们就承担了 很大的风险 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的 张美律师和这个 是 那张金女士 在这个律师社会方面 你是否会希望 他们继续上诉 张女士连线 可能有点问题 那我想请教一下 韩联潮博士 你觉得这方面 在法律上 还可以继续进行 这个申诉吗 那当然 可是还可以继续申诉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 美国方面 我们也看到 有回应了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 发言人 伊丽莎白特鲁多 他在这星期一的 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到郭飞雄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回答 他说呢 审判没有按照 国际上认可的 正当程序原则来进行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 在最后的时刻 增加了新的指控 而且没有给杨先生 这是郭飞雄的本名 以及其律师 对新指控 进行辩护的机会 我们敦促 中国政府释放杨先生 如果中国 以监禁的方式 来审划中国公民 和平的表达看法 那么中国就无法达到 其宣称的 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 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 国际的这个回应 是否也对 还有这个对郭飞雄的重判 是否就彰显出了 中国建立这个法治社会 这样说法的一个虚无 那是否也让国际社会 充现地体认到 了解到习近平所说的 法治社会 其实是空话 是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 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 实际上是依党治国 连依法治国都 不是法律组制 还不是我们想的法律组制 就是说法律 依法治国都不是 就是纯粹是依党治国 因为如果是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 中国现在打着这个 法治的这个旗号 来搞专制的这个 实行这个专制 那么这个是最一种 通过这个法律 通过这个法治 来糊弄国际社会 像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说法 他就是强调程序 好像这个审判 本身就是正当的 其实这个审判 本身就是错误的 是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公民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 你把它抓起来 进行审判 我们不应该放在程序上 是程序是不是正义 你本身就是 宪法保证的这个基本权利 那国维雄 在南州事件的时候 实际上在大量的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让这个人群 不要在这个干道上面 而是把它放在 这个人心道上面 这在国际上 都是符合这个规则的 而且并没有任何 破坏公共秩序的 这个主动动机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 但是把他抓起来 用默许有的罪名 判罪 还多了这样的酷刑 我觉得首先 我们不应该就是说 他这个承判程序 肯定是不公正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实体上 那个本身就是一个 不公正的这个 把他抓起来 首先抓起来 进行逮捕 作为一个公民行使 基本的自己这个权利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错误的 我觉得美国国务院 美国政府和在世界上 其他的国际社会 都应该要更强烈地 表示抗议 要要求中国政府 把这个郭飞雄 让他自由 是 那张青女士 刚才在那个 陷入出现问题之前 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四位律师 您是否希望 郭飞雄的案子 能够继续进行上诉 继续进行法律的诉讼 对 我希望这个律师 能够帮助他这个进行 接下来的这个 上诉的法律过程 这个我们也 飞雄也自己也思路 我听律师说 他已经有了思路 就准备怎么样上诉 所以我们估计是 上诉的事情 会进去就了展开 是 那我想这些请教您 因为我们看到说 您支持郭飞雄的 民主事业这么多年 你看到他投身民主事业 蒙受了最后 蒙受了不败之冤 有这个牢狱之灾 您是否会对中国的 民主运动感到灰心呢 我知道这个飞雄 是受到了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这个打击 这个酷刑迫害 这个十多年的 这个加在一起 十多年的监狱 是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个损失了 我们知道 也看见他受这么多的苦 我们也很难过 但是呢 我们并不对中国的 民主事业感到灰心 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 其实就是争取 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 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权利 和公民的政治权利 就是这么一样的 这个事业是非常正义的 那么一个正义的事业 而且整个世界的潮流 也都是尊重人权 尊重人人平等 那么我认为这种 这种民主的事业 在中国也必然会胜利 所以我并不为此感到灰心 是 谢张静女士 我们谢上了几位的观众朋友 我们相信大家都很关心 郭飞雄的案子 我们来听听一下 观众朋友的看法 首先请浙江的 邱先生 邱先生请发言 喂 浙江邱先生 喂 邱先生请说 好的 谢谢浙江的邱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 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张先生请说 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这个律师特色维护 一个国家公平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如果说国家 把这些律师们都抓起来的话 那么就是国家是有问题的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觉得要维护 专制体制 而是否定法律制度 谢谢 是 那我们最后请 这个天津的刘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然后我们再请张青女士来回应 刘贤请说 喂 刘贤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说有两点 第一点 郭飞雄案重判 其实没有伤害到中国的 这个法治民主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并不存在一个 刚性的民主和法治 这第一 第二 这个民主法治和专制 是人质最硬的表现 我认为在美国之音的一个体现 就是我们大陆同胞做这个美国之音的主持 这个记者只能用化名 而台湾同胞可以堂堂正正的使用自己的真名 我想这就是民主法治和人质专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谢谢 好的 谢谢婷婷刘贤 我们请张青女士回应一下我们九位观众朋友的问题 好的 这个我听到中间的那位先生说 这个中国的当局抓捕了非常多的律师 而且认为这种行为是非常的 非常的法治倒退的一个表现 我现在也是想要在这里 这个为中国的律师们做一些呼吁 这个希望外界能够多关心这个中国的那种法治状态 这个抓捕律师 这个是从去年的 今年的7月9号开始 现在有好多律师都处于失踪状态 就是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然后呢 我知道有隋木金律师 李和平律师 包括李和平的弟弟好像叫李复春 还有那个王宇律师 他们夫妇俩都和外界实施连续 就是处于一种失踪状态 这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 就是说中国政府大量的打压 大力的打压这种维权律师 这是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外界能够关注 第二 第三位先生他说到 这个对郭富贤的重判 并没有上海到中国的法治和民主事业 他说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法治 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郭富贤的重判 是一个非常热烈的做法 然后呢这样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很具体的案例 让更多的人 中国人和外国人 国际社会都了解 中国的法治的状态 因为中国的政府的口罩 还是依法治国 那么在依法治国的情况下 他所称的依法治国的情况下 出现这么一个法官 去充当工作人 又充当法官 来直接加罪名 直接判罪的这种做法 是非常的恶劣的 而且呢 这其实也就是 向大家显示 中国的法治状态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就是从这个案子里面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自己在中国的这种 政治制度下 是处于一种 怎么样的危险状态 因为就是说 政府有这个权利 利用法院 来随时给你加钱 随时给你判刑 而且不给你辩护的权利 是的 好的 谢谢张青女士 最后我们再请张青女士 我们节目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教您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国务院方面 也对这个案子回应了 也希望中国能够释放 郭飞雄 所以不晓得您方面 有没有接受到 美国政府的一些的关心呢 那么您希望美国政府 还有国际社会 能够对郭飞雄的案子 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 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提起了郭飞雄的案子 而且对郭飞雄的案子 发出评论和呼吁 就是说他也认为 这个在判刑的最后一个 加刑 加罪名和加刑 然后呢 给他重判 这是非常的和中国政府的 依法治国的这种提法 是非常的相违背的 然后也呼吁这个飞雄能够 中国政府能够释放飞雄 我非常感谢这个美国政府 能有这样的公开的表达 而且我也呼吁这个美国政府 以及西方的国家政府 正义的这个媒体 正义的人产组织 能够这个为中国的 国内的民主事业和维权人士 多做呼吁 好的 谢谢张青女士 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中国的维权人士 郭飞雄遭到重判的讨论 到此结束 感谢郭飞雄的妻子 张青女士 还有美国哈勒区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韩林哨先生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